好 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台北上參選蔣萬安 今天上午收到市林北投區五黨籍議員林瑞圖的邀請會刊 能夠在市北有五黨籍的力量站臺顯見 正在時間努力出現的成效 地方也傳出黃珊珊一直以來都在拉攏林瑞圖 顯然失敗 因為林瑞圖指出黃珊珊還有陳時中 收到陳情一年多都沒有結果 看來對此感到相當不滿 這個警報含有對柯市府的失望 卻也代表期望 國民黨台北上參選人蔣萬安 受到市北五黨籍議員林瑞圖邀請 共同會刊關渡國中籃球場天花板 造成對面居民長期光害問題 黃珊珊 陳時中 我都沒有得罪他們 我跟他們私交也算還不錯 但是我這已經反應給他們那麼多年 請他來 這也是有考驗啊 雖然這話不明講 但意思就是對另外兩位太失望 不過林瑞圖作為地方有備份的五黨籍資深議員 願意公開合體 顯見蔣萬安在市林北投搶攻五黨籍票源 有所成效 在每一區都積極的請走 也跟每一位議員有很緊密的合作 我想就是實際了解市民需求幫大家解決問題 首都之戰決戰市北不是沒道理 地方也傳出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一直以來積極拉攏林瑞圖 想要在中間選票中佔有一席之地 如今卻被蔣萬安截足先登 我很感謝瑞圖議員他其實從很早就給我很多的指導 我剛剛講過不管是在第一次參選或是我進入立法院 前輩整百都給我很多的建議 只不過蔣萬安勤打陸戰就有柯文哲陳時中雙城論壇互相嗆聲 又有黃珊珊猛追內科交通天天空佔 顯得蔣萬安被邊緣化 選首都市長絕對不是噴震是口水 每天吵架鬥嘴 市民需要看到的是一個真正能夠提出市政願景 長期為台北市民付出 不怕美版面蔣萬安勤走基層空佔對嗆也不輸人 目的要把所有選民都拿下 記者夏娟先生素智杰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